这个华六的炸气饭看起来 不管在中国或是到美国 它所牵涉的案件 都是纠葛着金钱和政权 持续关注 接下来看的是全球银行 现在都面临 这个银行因为要打压通膨 那么各国不断的升息 在高利息的情况下 银行的债券价值不保 而银行的运营 当现金不足的时候就面临危机 全球性的银行瑞士信贷 因为大股东不再挹注资金 引爆投资人恐慌 股价狂卸24% 为了稳市场 瑞士央行宣布 必要时要提供瑞幸流动性资金 瑞幸立刻宣布 向央行借500亿的瑞士发廊救急 消息一出 华尔街跟周四的雅谷 跌幅稍稍收敌 但投资人改拥抱 比较安全的币产资产 那么推升了美元 日元跟黄金的价格 专家这时候提醒 是瑞幸的问题 会比美国的区域性银行 也就是矽谷银行 更叫人担忧 欧美银行危机一个接一个 牵涉更广的全球性银行 瑞士信贷再爆危机 这个拥有167年历史 瑞士第二大的老银行 在最大股东 沙物帝国家银行 排除增加持股 在挹注资金的可能后 股价大跳水 狂卸24.2% 一天市值跌掉四分之一 瑞幸部分存款开始转往死对头 UBS瑞银集团和德意志银行 为了直写 瑞士金融市场监力局 和瑞士央行发布联合声明 表示瑞士国家银行将在必要时 提供瑞士信贷流动性支持 之后瑞幸宣布 向央行借500亿瑞士法郎 相当540亿美元和台币1.65兆 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第一家获紧及资金活水的 全球主要银行 瑞士官方声明也强调 美国某些银行 不会对瑞士金融市场 产生直接传染风险 美方则一再强调 美国整体银行体系状态良好 不少专家认为美国矽谷银行 破产只是个案 而非系统性金融风险 不过全球最大避险基金 创办人达里欧 则以矿坑中的金丝雀 来形容矽盈 认为是危机的先行指标 后续可能引发更严重的连锁反应 其实瑞士信贷这几年丑闻不断 本周发布的全年财报 坦诚内部控管存在重大弱点 经济学家认为瑞幸股价崩跌 主要是投资人在矽股银行倒闭后 认定它是大型银行中最弱的环节 周三欧洲股市因此写下一年来最惨交易日 在瑞幸拖累下 欧洲银行指数重挫7% 美国地区性银行股价同样走跌 被降为垃圾等级的第一共和银行 大跌21% 四大银行如摩根大通 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 也跌2到6个百分点 不过专家认为瑞幸股价创历史新低 比美国地区性银行更令人忧心 对市场和全球金融体系有更深远的影响 在瑞士央行出手后 16号亚洲股市跌幅稍稍收敛 但依旧跟随华尔街脚步 全面收黑 日经指数一度大跌500点以上 收盘时下跌218.87点 台股金融股同样走跌 拖累加权指数开低走低 中场下跌166点 不止股市受影响 瑞幸风暴也引发避险情绪升温 投资人涌进避险资产 带动黄金公债价格上扬 纽约黄金期货涨1.1% 每盎司来到1931美元 美元对瑞士法郎一度大涨2.15% 是2015年来最大单日涨幅 日元对美元则升到132元价位 尽管金融市场动荡 消息指出欧洲央行周四 仍倾向升息两码压通膨 体育圈观众好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YT频道